你 流量发球刚才伟丽了 这时候财评员编线 他们马上就做手势 看的时候如果看不清呢 还可以看着屏幕 可以看到他们的特写的镜头 翻转 站上来特写以后就很威胁 测身一板 测身第二板 发球以后就准备测身了 优势 现在是18比15 上时候攻击 强攻击一板 现在19比16 16比19 在这个整个比赛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人在服装呢 完全适合前两局的这个调入个字 现在双方展开对攻 还有一个贴打 一个是正手 反手 大家看 加油 全装呢 完全适合前两局的这个调入个字 现在双方展开对攻 还有一个贴打 一个是正手 反手 现在是1比3 现在是孔灵飞 在这局 大家通过慢动作 可以可以看到他们的奇怪的球衣了 现在5比4 现在孔灵飞发球 5比4 孔灵飞发球 是斜线的角上 继续固球 应该蔡正华 蔡正虎相争 谁胜 都是他的队 这次是最后一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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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球 打中20比10 结果孔灵飞 一般打的 半斤 现在一个篮 冰冰球协会主席 兰萨姆 向男子单打的半军 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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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观众朋友 那么现在呢 男子单打的决赛开始了 由萨姆索诺夫对 马尔泽尼尔 现在首先由萨姆索诺夫发球 两个人 刀 刀 刀 就是东西负责的东西 这个在团体赛里边呢 但是今天这个球呢 当然决赛就很难见了 有很多人都说 在世界杯足球的时候呢 这个足球决赛 或者是八分之一的时候 更加精彩 主要的原因呢 是到这些程度比较大 当理赛 马尔森那边发球 这个队员呢 曾经参加了十几年的 世界青蛮球级标赛 放半球 放半球 能赢四个是最低的 赢三个也才不错 好球 好球 所以这个高手高手 就是在关键的时刻 好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how your appreciation to the Neville Wears and to the Presentation Party 男子单打的冠军班长 这样马林在第三局21比19 第四局21比19 连反两局 双方在前四局里打成了2比2 那现在比赛开始 第五局决胜局 接的比较高 但是瓦尔德纳尔反而没有打到 前两局他领先又被小将追回两局 所以他的心理状态可能会也有一些变化 马林这三个发球接的都不好 但是瓦尔德纳尔呢 是有两个没有决 瓦尔德纳尔的发球 能够判断准 这是关键 这个接的好 所以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对马林的压力非常大 决定着谁胜谁负 马林侧身 马林侧身抢拉直线 这个球呢 瓦尔德纳尔吃了不少亏 就这个球 注意 这时候呢 就不像上次给反手了 说明他已经意识到 这就是经验 经验了 现在三平 几分是四比三 这场比赛 如果马林顶不住瓦尔德纳尔的话 那么就要看 他和刘国梁来打半决赛 可能是里头是不是 或者有一个 多少 现在五平 好的 今天马林可贵的地方 就是在相持过程中 是没有吃亏 好球 相持住以后呢 马上侧身抢拉 但是瓦尔德纳尔 给他的难度非常大 球几乎打在了球边台的 马林能坚持到 五板六板七板八板 摆得很好 好球 摆了个短的 那马尔德纳尔一搓 马林侧身 抢冲 大家看 侧身抢冲直线 摆得好 现在马林发球 说明他也判断的 不是很准确 现在 好的 结果发了个 进网的下拳球 马尔德纳尔 搓球落网 这样马林 就以21 比17 取得了 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 以3比2 淘汰了 马尔德纳尔 进入了决赛 那么今天呢 他又有新的难度 虽然马林比特 小四岁 但是正是上升趋势 所以这个轻重力量的搭配 非常重要 开局刘国梁是3比0领先 0领先马林的情况下 在第三局又领先 说那个时候 马尔德纳尔很可能 去考虑刘国梁的事了 现在我们可以赶上 刘国梁的是 掌握了场上的主动打的选手中 有近一半是纸板运动员 纸板盘拉近 我们看一看 这样呢 迫使马林的被迫的防御 16比17 现在刘国梁这个半高球 还没有打丢过 马林的打丢过 马林的手感也非常好 这个球难度很高 刘国梁跳起来 看得很准 还是压住他的反手 因为打到马林的握手 马林很可能要喊了 结果刘国梁 结果刘国梁 刘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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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14比15 机会 马林故意把这个球挑的很高 而且以16比14领先 疫情 竹梁 然后刘国梁在侧身抢攻 现在场上比分是19比20 白短 完强的一种回报 这样双方就打成了20比20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看谁坚定 重要的是果断 21比22 结果刘国梁终于以24比22取得了胜利 所以获得了大维45届世界平堂球顶标赛 南紫兰党的冠军 原来他的冠军梦 也原来他的大满冠梦 这样留过 但是马林今天随败犹荣 因为马林作为19岁的小将 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他先后扫除了被预为欧洲三虎的 第一号的三虎所弄 然后又战胜了金泽珠 在半决赛里边又打败了瓦尔德内尔 所以也为中国运动员取得 大家看刚刚比赛完 这个头发还亲着汗水 刘国梁实现了他大满冠的梦想 英国拼学副主席查特文 在把金光闪闪的奖杯 递给中国运动员刘国梁 这个奖杯在两年前 曾宁宗举他的是瓦尔德内尔 男子丹马比赛表明 纸板的复兴 领标赛的各个单向鼓赛 及颁奖仪式就全部转播完了 是由蔡萌解说评论的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现在王丽萍发球 停笔 您说 您说 现在4比5 现在中国青帆球队的其他选手都在观看比赛 好的 看着孔丁慧在箱子当中好像也在被照顾得到 一个是不舒服 另外呢他可能在箱子当中看了一些的被动 做成强了 海练胶皮上做了一个相应的调整 所以对他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好的 对孔丁慧王丽萍来讲呢 今天可以说难度比打其他预训员还难 但是对于所有的在场的日本观众来讲 动的实力和水平 大副冠军的特色 这个对他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现在王丽萍对赢21比13 取得了第三级禁渝在胜利 也是他第三级的超运会 首先拿过军的这样一个愿望 我们也希望王丽萍能够继续鼓励 那么作为今天 可能未来讲表现得非常出色 来现在看嘛 也不能说赢了什么都好 也不能说可能会输了什么都不好 所以王丽萍还是这以为他的特点 天赢士も尽力を尽くして 悲しいプレーを展開してくれました The 46th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 Men's Singles The winner is Wan Li-Twin of China 来自上海的大个式运动员 王丽萍 王丽萍在今年来的比较快 但是他两次都获得了世界纪归赛 总决赛的冠军 从来没有获得过世界纪归赛 世界纪归赛和奥用美的南丹冠军 今天他终于如愿了 小泣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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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